不管在任何运动或健身前 我们都被教导说要进行充分的热身 像这样 这样 以及这样 嗯?你这是干嘛呢?小伙 拉伸了 哇!你这也太痛苦了吧 实际上他这么做是没用的 因为拉伸并不等于热身 而且根据目前最新的研究发现 除了像舞蹈、体操这一类 以柔韧性为主的项目之外 在健身、跑步以及很多运动前进行静态拉伸 反而会降低咱们的力量和运动表现 啊?真的吗?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该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热身 让咱们在避免受伤的同时 节省时间快速进入到运动状态 那咱们话不多说 3、2、1 Let's go OK 实际上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运动前都会省略掉热身这个环节 包括我自己 回想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热身可能有好处 但是却不知道到底该做些什么以及做多久 结果就只能像体育课那样拉伸一下 嗯?那为什么不能像体育课那样拉伸一下呢? 问得好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咱们今天要做握推这个动作 但是因为你经常侧着睡或者右手使用过度 导致你的胸部和肩膀都特别紧张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 我这么拉一下 给这边放松放松 然而近些年来 无数的调查研究发现 尽管在运动前进行这种保持不动的静态拉伸 确实可以帮助咱们提高活动范围 但是却会明显降低咱们的力量爆发力 以及运动表现 啊?不会吧? 而相反动态拉伸 以及筋膜放松 也就是泡沫轴 既可以提升活动范围 也不会降低咱们的力量 所以尽管这种静态拉伸 平时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 放松咱们身心的工具 但并不适合在运动前进行使用 因此假如你接下来又进行的是力量训练 以及跑跳相关的运动 最佳提升咱们活动范围 避免受伤的方式 均当是动态拉伸 加筋膜放松 而另一个健身的目的是 通过提升咱们的心率和体温 让咱们的大脑兴奋起来 为接下来的运动做好心理准备 而实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做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 比如自行车 跑步机 登山机 跳绳 等等等等 但这点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在做了 然而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很多调查研究都发现 过量的有氧运动 因为会消耗一些糖原 反而会影响到咱们接下来的正式训练 因此大家要把时间控制在 三到五分钟以内 只要达到一个微微出汗的效果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我们还希望通过热身 来给予即将用到的肌群一些血液 来让咱们在运动中更容易的调动这些肌肉 因此在开始正式训练前 我们可以模仿正式组 做两到三组 轻重量的热身组 这样不仅可以给予这些肌肉一些血液 同时可以让咱们再次检查 自己的肌肉是不是紧张 从而针对这些地方再次进行放松 所以结合上面的理论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一个完整的热身应当是 一通过低强度的有氧运动 提升心率 从而让咱们做好心理准备 二通过动态拉伸和筋膜放松 提升活动范围 三通过两到三组 轻重量热身组 让咱们更容易调动目标肌群 大家可以用这套方法 在绝大多数的运动或健身前进行热身 那具体到每个动作的话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提供两套 分别热身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流程 大家可以点个收藏 方便以后你运动前进行使用 那咱们现在开始 第一个要热身的部位 就是咱们的脖子 首先双手插腰 按照前后左右的顺序 依次进行动态拉伸 在整个过程中 大家不需要太过用力 因为咱们颈椎的活动范围 本来就比较小 四个方向为一组 做五组就可以了 然后紧急着进行T字收缩 这里我推荐大家找一个弹力绳 在拉伸的时候充分外展肩胛骨 然后慢慢收缩 感受背部的发力 如果大家没有弹力绳 也可以用我之前在体态纠正的视频中提到过的 俯身T字收缩 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慢速进行5到10次 然后直接用弹力绳 做肩膀绕环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热身动作之一 因为它不仅可以提高咱们的肩膀灵活度 同时可以从各个角度拉伸胸部 首先抓住弹力绳的两边 慢慢地将手臂从身前转到背后 在整个过程中 弹力绳一定要持续发力 没有弹力绳的小伙伴 也可以做空手肩膀绕环 或者靠墙 做这种单边肩膀绕环 也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接下来 胸椎筋膜放松 将上背部放在一个泡沫轴上 双手抱头 保持这个姿势的同时 做卷腹的动作 这时你也会听到一些弹响的声音 这是很正常的 保持两秒后 利用腿部的力量 向下移动一点点 再进行卷腹 这个过程进行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时间 这样就可以提高咱们胸椎的灵活度 最后一个动作 俯卧转体 首先双手打开 趴在地上 慢慢转动身体 直到让脚碰到另一边的垫子 保持一秒 然后转向另一边 在整个过程中 要充分感受咱们宽屈肌 以及另一错胸部的拉伸 每边做8到10次 然后还原 虽然只有5个动作 但是它活动到了所有上肢训练 所要用到的肌群和关节 把它们放在有氧之后 就可以很好地提高咱们上身的灵活度 第一个动作 前后左右摆腿 首先找一个可以扶着的位置 在保持上身不动的情况下 前后摆动大腿 10到15次之后 换成左右摆动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地活动咱们的宽关节 对于整个下肢的灵活度都非常重要 紧接着做胯部转体 首先向前跨出一大步 用一侧的肘部顶在同侧腿的膝盖上 然后慢慢转动身体 向外打开手臂 这时您能感受到咱们的宽屈肌 以及大腿内侧强烈的拉伸感 保持0.5秒后 还原换边 下一个动作 俯卧臀部拉伸 首先将身体做一个平板支撑的姿势 然后向前侧方屈膝 这时将整个身体的重心压在臀部上 充分感受臀大肌的拉伸 保持0.5秒 然后还原 接下来蹲起拉伸 首先双脚打开 与肩同宽 然后做深蹲的同时 将手抓住脚尖 保持0.5秒后 慢慢向后抬起臀部 这时您能感受到咱们的腿后肩 有强烈的拉伸感 如果大家觉得起来的时候比较困难 无法将膝盖打直 也可以抓在小腿 甚至膝盖上 同样保持0.5秒后 还原到深蹲的姿势 最后一个动作 墙面脚踝拉伸 在脚后跟不离地的情况下 向前屈膝 直到碰到墙面 如果大家觉得太难 或者太简单 都可以调整脚和墙之间的距离 直到找到刚好让膝盖碰到墙面 但又有拉伸感的位置 每边做8到10次 然后换边 同上半身的动作一样 尽管只有5个动作 但是充分活动到了咱们的 髋关节 膝关节 以及踝关节 每次在腿部训练 或者跑跳这种运动前 进行这套动作 都可以有效地提升咱们的灵活度 而且我希望提醒大家 在练前进行热伸 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 大家要尽量把整个过程 压缩在10到15分钟以内 以免影响咱们正式的训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视频的最后呢 为我自己的衣服打个广告 大家看到今天视频里 出现的所有的服装 包括发带 都来自于我的服装品牌 Drill Co 如果大家觉得其中某些款式 你比较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去淘宝店铺 看一看哦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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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